您可以幫我們開始囉 好 對於一個可不可以先幫我們分享一下說 為什麼會有這一次民歌的經典演唱會 好 因為我們主辦單位 為了響應幫助台灣的弱勢團體 所以他們決定舉辦一場民歌的愛心公益演唱會 所以我就召集了所有喜愛民歌喜愛唱歌 而且非常優質的歌手們 一起來參加這一場演唱會 對於明年就即將民歌舞席 在今年的年底 唯一的一場售票的民歌演唱會 您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個演唱會的感覺 在這個民歌舞席即將邁入舞席之際 其實我個人唱了47年 所以在唱了47年當中 其實我接觸民歌45年 但是我很遺憾就是前面幾年沒有接觸到 所以我是從民歌30才接觸到這個民歌 所以我就每一次的民歌我都會好好的珍惜把握 所以我相信我們在場每一位歌手 他們也是會珍惜每一場的表演 每一場的民歌演唱 那那個凱玲請問一下 就是對於當年是最年輕的民歌的時候 然後你不走到現在 你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民歌對你的意義 我覺得民歌給人感覺就是很質樸 很真心 所以我們常常會跟愛心的活動連結在一起 就像這一場一樣 所以我希望民歌的力量呢 一直要跟愛在一起 雖然是民歌50了 但我覺得50才開始 未來不管你幾歲 我希望都加入我們這麼溫暖的一個民歌大家庭 我們一起做愛心 一起唱民歌 那葉婚算是新加入的 是 那對於再回歸歌團 心中的感覺怎樣 就是講真的 就現在已經不再像以前一樣 就是很在乎自己的表演 我反而覺得 我現在每次參加像這樣子的表演活動 我都很開心是 有這麼多的歌手 這麼優質的歌手 尤其上一次已經經過了一場演唱會 我發現他們怎麼聲音還可以保持得那麼好 甚至好聽到超越過去 然後就會覺得很珍惜 是因為以前自己在發片的時候 你很緊張嘛 你其實每天的工作很多 你招架不住的 你很難有機會去認識別人 可是我覺得 怎麼還會有這麼好的機會 再次的有機會跟大家認識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莫大的祝福 那小楊對於有三斤歌手的稱號 然後自己在民歌這個階段 其實我信念感觸是蠻多的啦 就是唱歌這件事情 對於三斤歌手來講 也是會越來越辛苦的 所以大家要把握好好的機會 去聽好的聲音 來聽優質的演唱會 因為怎麼講 這個人是會變的啊 這個 要能夠享受一些好的音樂會 其實一年會比一年少 一年比一年困難 所以大家讓自己的生活 品質要提高起來 就要多參加這些活動 是 是 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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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其實你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說你們的情況嗎 我 我就是個退休老人 哈哈哈哈 在家裡面帶小孩 因為我兒子才國中 花筆要做事 但是最近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在《風光華》 我在《飛碟》的時候 幫鄭正華做了五張專輯 他最近打算做一張傳世之作 所以我最近在做他的這張 我覺得詞曲都非常棒的一首 一個傳奇 好棒 快到收尾了 現在開始做混音的工作了 期待期待 對 我非常期待 因為這一次 我跟他都非常期待每一首歌的成品 因為真的詞曲都非常的好 完全超越他以前的 隨手星星點燈那些歌曲 哦 錢拿了沒有 還沒收工 所以還沒有領到錢 蘇星可以跟我們分享你的境況嗎 我的境況 我的境況比較 就是在家裡面要做菜的時候 好好的做菜 我覺得都是一個學習 對 就是其實每個事情來的時候 我覺得都是很感恩 抱著一個學習態度 那今年呢 其實有一個主持的工作 比較特別 也就是去做一個 就是想去了解一些部落跟社區 他們在做一些環保保育生態這些事情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全球 要關注的一個事情 然後其實全球的資源就是這麼有限 但是大家不能夠一直去這個 自意的去消耗他 就好像 其實我會想到 校園民歌也是一個 這麼樣一個珍貴的東西 所以他值得大家去珍惜 然後去保育的 然後 也很感謝所有的民歌手 把自己保持的這麼好 才能夠讓我們很多的人 能夠繼續的聽到好的 好的聲音 然後就像小楊哥說 珍惜每次相聚的機會 然後葉環也說了 也是每次在演出的時候 都能夠盡細的唱 其實剛剛唱那個 外婆的澎湖愛的時候 我覺得我比較調皮 因為可能就是剛剛 配成說我年紀比較小 所以而且大家 我比較喜歡一點肢體的擺動 那我覺得其實 校園民歌就是這樣 就是大家在現場聽的時候 其實不要隱藏你的熱情 大聲的唱 然後大聲的唱 然後大聲的這個給我們歡呼 我想這最開心 特別是要進入到50年 謝謝 我們紅會有力的 我覺得背後非常 在接手民歌港幣的 到現在什麼動力 對啊 是是因為我喜歡民歌 我常聽別人講說 民歌是我們熱愛藝術 熱愛生命 其實民歌就深深融入 在我的生活當中 而且我說民歌 明年要進入到50年 很多人都說 他不會是像傳說中的說 是最後的吧 不會 不會 很多人都說 民歌是我們的 誰都沒有把我奪取的 所以我們還是會非常認真的 把自己最好的表現 表現給所有的朋友 那配成這次 身兼土持人跟歌手 心情感覺怎麼樣 好像一直都是這樣 很開心 我覺得很謝謝老天爺 給我這樣的一個養分 然後讓我可以又主持又唱歌 然後跟這麼多哥哥姐姐在一起 因為我們算是這個 後民歌時期的嘛 所以真的很高興 然後我要講說 我們在民歌就在 所以民歌不會唱 不會說是最後一屆會怎麼樣 尤其明年是民歌50年 我覺得歌迷很幸福 有很多很棒的 大家想看到誰就看到誰 我們都會出來唱 唱給大家聽 而且唱歌是大家都知道 是在提升免疫力最好的方式 所以大家要健康 就一定要好好的跟我們唱民歌 10月5號10乘以5不就50嗎 對不對 也是民歌50的前傳 所以希望大家10月5號呢 希望大家能夠都能夠來 然後你出的一份心呢 還可以幫助很多弱勢團體 這是我們最開心的事情 就記得我們在民歌在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